今天我要來介紹護具 讓我們看下去 大家好我踩起來 建立常見的護具有護腕、護膝、腰帶、鞋子 鞋子可以分成是舉重鞋和平底鞋這樣 練習的時候可能會使用到護肘跟拉力帶 這些是比賽不能用的 那我今天介紹的都是 IPF有認證的護具 那我會建議買IPF有認證的護具 因為這樣如果假設有一天你變得超級強 然後去皮四葉杯 這樣才不用再重買護具 就算你沒有要比賽 因為這個認證的就是很像CAS一樣 一次的也會比較安心 那用的也會比較放心一點 大家好咧 從這邊介紹到那邊 再告訴大家這些東西 需要買的一個程度 然後我會分一到五顆星 然後分別給大家做介紹 最常見當然就是我們的SBD 對 然後再來就是有鷹色 鷹色腰帶 泰坦的 然後還有Elico Elico也有出 好那我們就先從護腕開始 那護腕的話 這支SBD的沙漠廢色 那其實護腕必要買的程度 我覺得大概三分 因為像祖哥 他自己在臥推的時候 基本上是沒有在產護腕 我會放一個影片在這邊給大家看 那 但是為什麼我會覺得他需要 就是因為你在低背槓的時候 因為大部分的選手都是選擇低背槓 那低背槓的時候 其實多少在手腕上會有一點點的壓力 而且當你越來越進步越來越重 那當然就是壓力會越來越大 那我們如果為了要保護他 還是買一個護腕會比較好 那通常 就是SBD的話 會分成靈活型跟 算比賽型的 對那像這個就是靈活型 可以看到他的 彈性是比較坦 那這個 比賽型的話 就是 會比較拉不開 拉不開對 所以 如果你覺得你的 重量用的比較大 或者是你的 玩關鍵也特別容易不舒服 那我覺得你買 硬度高一點 那如果你覺得 我只是要搶個型男 搶個帥的 搶個搭配顏色 那就是 買這種比較有彈性的 就OK了 那 但是有些人 戴這個硬的 會 會覺得 說我撐不到一個好的位置 所以 這個真的就是 看個人去選擇 那我覺得 如果你要買護具之前 最好是都要先試戴過 護具還有分長度 那像那種就是 一般60公分 那還有 40公分跟100公分 那我個人覺得 大概是60公分就OK 因為 就是長度啊 跟 纏到的圈數 我也覺得比較舒服 那如果 100的話 我會覺得有點 長 那你償換的時候 可能那個 60秒都已經到了 那我們就從手腕 然後再來手肘 手肘當然就是 護肘 那這個護肘 一般 我是不建議買 所以必買程度大概1.5分 因為 其實他比賽是不能用的 但如果你真的 手肘就是有救傷 或者是 推比較重 會不舒服的話 我會先 建議你買一個 做保護 哪是不買 對不對 一樣有這種 直接套 或者是 綁帶式 那再來就是 重頭戲啦 就是我們的腰帶 因為 腰帶我覺得必買程度 大概是4分 其實你買了不一定要帶 但是 我會覺得 腰帶是 可以讓你 做更好的 身體支撐 那當然 腰帶有分 厚度跟硬度 還有寬度 厚度的話 就是 這個面 那一般這種都是 13mm 對 然後也有10mm 高度啊 這個高度 大概都是 10公分 所以這兩個 有認證的護具 其實是 一樣高的 對啊 那有握推的腰帶 握推腰帶就5公分 砍半這樣 那腰帶還有分 就是這種 快扣 快扣型 就是 它可以 我想扣這個 就扣這個 我想扣這個 就扣這個 但這種就是固定 它只能 要一個 一個 對 那這種是音質 可是 價差就差很多 這個是 大概 2分的價格 為什麼我會推薦 這種類型 我沒有業配 但 有時候 有些人蹲的時候 會需要比較緊一點 然後 硬舉的時候會比較鬆一點 那你總不可能 買這個 然後 你看 這裡面是 一字螺絲 然後在那邊 要硬舉了 要轉掉 哇 再把它換一個 格數這樣 這邊是還有很多格 可是 便利性的方面就會 差很多 那這個 現在官網 是8000吧 很貴對不對 廢話 當然很貴 但是 你自己想 如果一般 建議選手 一個禮拜是練4天 一個月16天 那一年 192天 那 假設買一條 8800嘛 那可以用3年 3年已經是很保守 這隨便用都是5年 對 所以你一次帶著它 其實 只要13塊而已 是不是很划算 馬上下單 所以我覺得 價格 是要看你有沒有辦法 享受到那個價值 接下來 講到護膝 那護膝的話 其實地買程度我給3.5 我自己是覺得它有支撐的效果 但是你說 我穿的PR可以加個10 這樣我是覺得 倒沒有那麼直接 但它的保護效果 跟 有一些前輩講的就是保溫的效果 是OK的 所以你的關節會比較嫩 比較不會有嫩掉的情況 那 再來就是像館長說的 如果你要談論到競技 當然就是要跟它拼嘛 那你拼的時候 多多少少 關節上 都會有啞鈴 那當然這個時候 這個外在的護具 就是會有很幫助 那這一種就是 比較有韌性 然後比較 算 堅固一點 還有最近很紅的那種 Inzer Pro 護膝 用過的都說讚啦 對啊 但 其實它就是 稍微貴了一點 接下來講到鞋子 那鞋子的話 我會建議就是 一定要有一雙平底 然後彩地 PASS 又不滑的鞋子 那 現在大部分的人都買這種 就是Notorious 那這是二代的 那再來這是 2.5代 那這些鞋子 比我手還要差不多 然後 還有一些就是 俄羅斯薩波品牌 還有就是 這種 角力鞋子也有人在穿 但它感覺 會稍微有一點弧形 可能中間這個地方會 稍微太到 對 那至於就是說 這種 舉動鞋 的部分 我也覺得 沒有一定需要 就是看你自己的活動度 或是你的 撐蹲的角度 到不到的了 那如果真的OK 其實你穿 這個也是可以蹲的 那我自己一般也是都穿這個鞋 在蹲 所以真的很坎坷 那常見的舉動鞋 當然就是 就是 Nike 愛迪打 然後 Riva 亞瑟4 安踏 很多啦 最重要最重要就是 都蠻貴的 然後舉動鞋的差異 我覺得最大的就是 差別在說 它的 好啊 這個 炫頭的寬窄 然後整體的這個 鞋面的包覆性 這裡的 就是腳踝部分的那個包覆性 然後再來就是 鞋底 有沒有平啊 或者是 可能有一些是 木頭的 有一些是 中間這邊沒有做 足弓支撐的 然後還有最後就是這個高度 這個高度也是會影響你 深蹲角度 蠻重要的原因 所以 鞋子我一律建議要試穿 就是 這些護具其實 應該除了護腕以外 都需要去做護穿 除了護腕以外 都需要去做試穿 那再來我們就講一下這個拉力帶 那拉力帶一樣 有分 這種一片式的 還有這種 傳統 傳統 一條 那 差別就是 差在習慣啊 因為這種就是 手上去 然後 這樣 大概 大概 30秒內可以超過 對 並沒有 然後 綁緊 對這樣 然後去握住槓 這樣 就可以拉了 對 那其實 比賽是不能用拉力帶 所以 其實 他必滿程度 我也是給 2.5 對 但 其實你平常訓練 就是要有一些 超負荷的訓練 或者是 在做輔助訓練的時候 比如說你今天已經一舉完 然後都沒有用拉力帶 然後你後面想要 加強你的背部啊 那 你再去一直衝你的這個手 其實 這裡 前臂也會很 很痠 這有練過的人 應該都會知道 所以 我覺得你 有一條拉力帶 其實 對你的訓練 幫助是蠻大的 那你不要說 我是不是平常用拉力帶 那比賽就會脫手 之類的 欸是 有可能 但我會建議 就是可能在比賽前啊 大概1到2個月 就盡量減少使用拉力帶 因為畢竟那個時候 可能你的 輔助項目也會減少 那重量可能也不會到 原本在累積訓練量時期 這麼的龐大 所以 我就覺得 可以再把它拿掉就好 這樣就 OK 這個拉力帶我覺得 是對手比較小的朋友們 是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 可以去買一條 很常會有的新手問題 欸教練 我是不是 要等到我蹲到多少 還是拉到多少 才去買這個護具呢 其實我覺得不用 因為你 今天是新手 五年後 一定是老手 只要你有心 練下去 我相信你總有一天 會買到這個東西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我現在只推40 啊不能用護 啊如果你有一天 推35的時候 啊 就扭到 那你再去看物理治療 啊物理治療一次 都是1800到2500不等 那一條護腕也才1600 那你為什麼要多花這個錢 對不對 所以我會覺得對自己好一點 你就先把東西買下來 啊用不到就算了 啊需要的時候 欸就可以用 那還有一些問題就是 欸我帶腰帶 就可以防止腰受傷嗎 我帶護膝 就可以防止膝蓋受傷嗎 欸當然不是 因為這個護具啊 其實就只是在你的肉外面 去做包覆而已 所以他只是 欸給你的 可能感覺上 有一個支撐 其實實質上也有一點幫助 但其實也 不會比你的 自己的肌肉 去穩定這個關節 還要來得多 所以我覺得 基本功一定要做好 就是你不可能說 已經這樣 這樣一舉 哇 可憐啊 然後還說 你這樣帶著腰帶 就不會受傷 這個也是腦麻 所以我覺得 基本功打好 然後加上護具 就可以讓你有 更好的運動表現 那 這集 大概就是這樣 希望你們會喜歡 對啊如果有任何疑問 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我會盡量去做回覆 那有看到這個狗頭嗎 對 這個是自己朋友設計的T恤 那如果喜歡的朋友 可以到下方的資訊欄 我會放連結在那邊 然後你可以去購買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幫我按讚 訂閱 加分享 然後開啟小鈴鐺 好 Dark 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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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rk Kai